大众请和掌 恭请法师慈悲授课 鼎礼法师三代 不为礼 阿弥陀佛 尊敬的陈教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礼拜是端午节 这个都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庆 纪念战国时期 爱国 诗人屈原 也是楚国重要的大臣 三旅大夫 陈德记得 当时候在炉江 端午节 从住的 大楼三楼下来 都是 这个 艳阳天 但是走下来的时候 脸上就感觉 几滴水 所以我印象很深 没有乌云 怎么脸上 从空中飘来几滴水 当下自己是想了这个是 忠诚类 刚好是在端午节 其实感应 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是我们 没有留心 不然 师长老人家讲经的时候 有说 一念 便虚空法界 就像 夫子 他一念传承文化的 使命 会感得多少 古圣先王 天地神奇的加持呢 这可能不好算了 所以孔子很有信心 天之未尚斯文也 荒人其辱于何 他有信心 自己是要传承这个道童的 任何人伤不了他 这一念心会有感应的 就像我们 拜静修节药 第三十一拜 一心观礼 尽虚空 便法界 常驻三宝 我们在读诵 我们在礼拜 姓为道元 功德母 我们很相信 诸佛如来 同体大悲 我们很相信 隆天护法的愿力 那这一念的遭感 不可思议啊 陈德也有观察 真正用心学习 用心承传文化 同人 甚至于是 同学 他现在还在读书 可是 他在家里的父母 家人 就很吉祥 都会遇到一些 很好的善缘 法源 在护持他的父母 修学 这个都不是偶然的 他很用功 在学习 要承传文化 哪怕还没有出来教学 常驻三宝 隆天护法 都护持他的父母 家人 相信啊 一定有隆天护法 法源 他们应该都很仗义啊 你只要一心 为证法 为众生 那你的家人 不要有后顾之忧 我们会护持 其实不要说隆天护法 很讲道义的 亲戚朋友 都会这么做啊 更何况这些有愿力的 佛不上 隆天护法 所以这个感应啊 我们要用心呢 就能感觉到 就像我们一起学习啊 印竹 天下太平洋 这根本 我们是希望能利益到下一代啊 利益到天下 我们要学老祖宗的教诲啊 从哪里先学呢 跟他们的心量要相应啊 这个是学习首先最重要的关键 慕贤当目其心 师长老人家在讲经当中啊 陈德也是多次提到 学佛 首先 所以我们佛门呢 每一天 回向啊 回向就是要 扩宽心量 静止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心量都是广大的 若有静闻者 吸发菩提心呢 都是要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度苦 你看这个心量 随闻入贯了 打开来了 除非我们有口无心呢 变成行事了 不然这些回向闻呢 我们随闻入贯了 都有莫大的受用啊 所以我们首先呢 要跟祖先的心量相应了 心不够相应 可能听他们的话呢 都会听错了 甚至无会了 那近代这个可言重了 孔子误会的太离谱了 俗话讲 小人之心 渡君子之父啊 我们不要觉得 这一百多年来 太夸张了 太偏了 我们说到这些人呢 义愤填膺 我很生气啊 这些人 过河拆桥太夸张了 这是历史啊 历史更重要的 是一面禁止啊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啊 历史后人父爱后人以啊 我们没有引以为戒的话 很可能我们会跟他犯同样的错啊 然后我们干的事呢 可能我们后面的人 会说 这个某某人也太夸张了 所以这个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呢 这个心态重要 学历史也要用这个心态 那就会从中啊 见仁恶其内行啊 不容易啊 看待以前的人 看待古人 只是用一种啊 指责的一个心态 其实指责当中啊 就有着相 就有对立了 所以既恶如仇啊 这个人的性情啊 是有意在 但是也有执着点 心地不容易亲近啊 所以连既恶如仇啊 这个也要调整 亲近心呢 重要啊 亲近心是真心啊 心不亲近啊 用的就是忘心啊 忘心啊 除了自己生烦恼之外啊 还有可能会跟人对立啊 既恶如仇啊 既恶如仇啊 就对立起来了 甚至忍不住啊 要骂他几句了 洋人恶 即是恶啊 即甚或且做啊 假如对方也 心狠所辣就麻烦了 就惹来这些逆境厄园了 历史当中 有一个名臣啊 郭子怡啊 他好像有 七个儿子八个女儿吧 还是八个儿子七个女儿 现在有一点点年纪了 记忆力确实没有以前好 但是呢 也不会因为这样太难过 因为难过也是烦恼啊 所以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不能让烦恼做主啊 所以洪一大师晚情吉啊 这是祖师的慈悲 在大藏经跟祖师教诲当中 选了一百句 哇 这个火假如让我干了 我铁定得忧郁症了 选不来 举棋不定了 这个没有入境界 我看是选不了 就像群书之要 没有卫真 没有卫真 楚遂良 余世南这些大臣 我看也干不了 好 好 洪一大师晚情吉 其实他们都已经看到啊 我们未来的情况 我们留心去观察 你看 洪一大师 他留的东西都是为我们 陷在这个忙碌的 时代啊 替我们设想啊 我们哪还有那么多时间 岳葬 大藏经给他看一遍 没几个人有这个因缘福报了 主师好人做到底啊 送佛送到西 给我们选啊 下年居老居士 敬修节要啊 最简洁 但是所有重点 重要的又没漏掉 真是智慧才做得到啊 好 包含我们学这个 天下太平之根本 好多应主提醒的 他都已经洞察到我们未来的 教育情况 生活情况 所以他老人家 有愿啊 精于此界 色念佛人 归于净土啊 那要归于净土 假如家里的是处理的一团糟啊 他每天都在这些烦恼当中 他怎么归于净土啊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佛法 佛法 佛是绝的意思啊 在哪里绝啊 在每个念头要绝啊 在每个念头要绝啊 在每个应对进退要绝啊 在面对家庭 轻重缓急要绝啊 他轻重缓急不知道 他会下错决策啊 决责啊 最后他要承担后果啊 佛法是绝啊 不能离开轮场啊 人与人的关系啊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不离世法 不离佛法 行世法 不费世法 正佛法 没有费世间的五伦八德 就在五伦八德当中 正无上菩提啊 所以我们看应主有一篇教导啊 好多 尽忠团队啊 都把它印出来 甚至都有表背了 相信大家不少都读过啊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静下合 来 轮常关系 对上要静 对下要合 家庭的三种轮常是这样的 朋友均成关系 不也是这样吗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大家不要看 大家不要看这么朴实的言语啊 都是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月 上静下合 六合静 家庭要这么修 团体要这么修 忍人所不能忍 忍人所不能忍 六度 忍入行 行人所不能行 也是忍入 也是广修供养 现在生活不容易啊 我又把工作做好 又能把下一代教育好 夫妻又何乐 那很多人在这些问题当中 都很困扰 看到你 很羡慕啊 就来请教了 所以行人所不能行 可以广修供养 我们看这个 五种仪归啊 这宝典啊 师长曾经说 跟群书之药放在天平上啊 一样重啊 真的五种仪归重要 都是根本 养正仪归 是根本的 教女仪归 更根本了 比养正还根本了 我们从应主的教会里面看到了 贤人从哪里来 从贤母来的啊 那贤母 又从善娇女儿才能来啊 那五种仪归收集的教委非常周详啊 从欧摩先生说集的 可是他可是 风将大力啊 他管两个神 走过十几个神啊 你看他的工作有责任有多重 他还能挤出时间呢 把这些宝典编出来 把这些宝典编出来 我们看着这些古圣先生 不好意思说 我没时间啊 众去远已见机啊 要向他们学习啊 今天好像讲了弟子归好几句了啊 因为我们接下来一起交流这个山根 那这个不是说山根要打开来了才开始讲啊 山根在哪 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 所以佛是绝啊 讲到最细处了 就是在起心动念处要绝 所以弘一大师 他的晚情集第一句 弱失本心 弱失本心 急当忏悔 我们 用烦恼了 失去我们的真心呢 这个就是不自爱了 要忏悔自己了 不能糟蹋自己了 极荡忏悔 孟子讲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儒家的学问 克己复礼 孔子 教言回的 功夫都是下在 克念作甚 用 我们佛家来讲 华阴经 讲到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我们一烦恼做主了 就忘思菩提心了 修诸善法 变成摩业了 菩提心 真心 修行的主帅 所以师长 教给我们的心法 把菩提心 延伸成五星 让我们去体会 我们不可虚于 离了这个五星 真诚 清静 所以刚刚说 饥饿如丑 这个心就不清静了 功夫都要下在 只要违背这五星 赶紧不怕念起 几怕绝死 赶快阿弥陀佛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 感应是不失意 应主真的 愿力鸿参 射受我们去做佛 洞察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讲了很多有关 敦伦敬奋的教诲 尤其怎么教女儿 讲得可惜了 所以我们上一次 跟大家交流到 家庭之教 母教 最要 这第五个大象 最近啊 也有机会接触 一些同修 修学的时间呢 都超过二十年 都有 甚至于可以辅导 人家学大臣经典 我想可能我们遇到 哇 连空性都能讲 那对他可能都是赞叹 可是啊 家庭不少烦恼 出现重大挑战 所以我们 再来看看应主这些教诲 重要啊 不扎五轮八德的根基 不从轮常下手 自己真的能够受用吗 眼前的问题 解决不了 所以师长为什么让我们扎三根呢 根深蒂固 才能知凡业貌 四书五经十三经 是枝叶化果 弟子归是根本啊 华言法华任言经 是枝叶化果 十善叶道经是根本啊 舍根本而求花果 不亦余乎 我们自己从大自然去感受一下 我们舍了根本了 要去求花果 不可能求得到啊 台湾有一位高僧呢 往生极乐世界 他土匹啊 哇那舍利子好多啊 几百上千呢 真正有功夫啊 颤云法师的弟子 颤云法师 他在修行过程呢 他有时候会写下一些法语啊 叫毛棚杂技 我们极乐视也有流通啊 我们发觉啊 法师呢 写下来的都是黄念祖老居士说什么 李秉兰老居士说什么 这个给我们这个时代行思啊 这个时代就是我讲的话 创新 真有功夫的 都是跟孔子一样啊 素而不作 幸而好苦啊 现在都是标新利益啊 为什么 耗鸣啊 就觉得好像别人都没讲过 我讲过 我讲的跟人家不一样 好像显得太厉害了 常常要显一下自己啊 这个都是名利益心啊 没去掉了 当然这个也是弟子规啊 还没有学的深入 对尊长 物献人啊 这个心境啊 跟素而不作啊 还是有关系的哦 因为真正入境界的人呢 他感受到什么 世间好化 圣贤佛菩萨说净了 他多么希望 后世 甚至当前的人 能够珍惜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 所以他一再的 以圣贤佛菩萨的教诲 来劝勉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啊 我们懂得珍惜了 那是几千年的 智慧 假如太强调自己 虽然自己的名气很大 我的什么什么 语录 我们的 名气啊 是会变的 是很短暂的 我们面对过去今生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我们应该让他们 接上的是五千年的智慧啊 而且啊 佛还交代啊 是依法 依法 不依人啊 经典是佛母啊 所以真正入境界的人 是让我们更信任经典 更恭敬经典 金刚经还教导我们 经典所在之处啊 极为有佛啊 若尊重弟子啊 一分沉静啊 得一分利益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我们对经典这么恭敬啊 那个持诵啊 必有感应啊 必有误触啊 好 当然了 成德这么讲 大家不要呢 打开经书了 今天一定要念出感应 感悟出来 那这样就太刻意了 无为而为者真 有为而为者假 了凡世讯这一句也很重 重要 因无所助 有求 我今天非得念出一个 感悟出来不可 就有助了 亲近心 恭敬心 真心去读诵 有感悟啊 就是很自然的 而生其心了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了 就是真心了 我们今天 没有带个人的利益 一心未功 这个就是因无所助 假如我们有夹杂 知识之力 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 贪神之门 就没有因无所助 所以在眼前的静缘 保持亲近心 叫应无所助 不管我们现在这个静缘是家庭 还是 学校 工作的环境 一定要保持亲近心容 不然 比方说家庭里面出现 挑战 摩擦 家里人住在一起 365天 哪有时候 哪一天 不稍微 走路互相 撞到了 不可能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哪件事意见不合了 会不会摩擦 在所难免 可是假如我们的心里面 已经对某个家人 有看法 有成见了 这遇到事 可难因无所助 遇到事 就借题发挥了 翻旧账 所以什么时候 把金刚经用上 right now 当下 修行不能功夫 用在安住当下 这学佛入不了门 不饿法门 不饿 经典在哪 就是在现前的 处事待人接物当中 才是不饿 佛法 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待人接物 传统话 也是啊 所以大乘佛法 其实就是教我们 恢复真心 金刚经 也是一样 我们应无所助 对任何家人 不要有成见 都相信 一切众生 结局如来 智慧德相 我们也是礼敬诸佛啊 跟家人相处 就是普行行啊 哪怕 他现在 因为一件事 非常的强势过来了 我们怎么样 横顺众生 比方说夫妻之间 先生一强势 我们这个太太说 谁怕谁 乌龟还怕铁锤 你看两个人都强啊 怎么样 两个都伤啊 比较强势那个人 看起来这样的上风啊 保证他伤肝了 暴怒伤肝了 那个被压下去的人 很郁闷 但是他在势机而动 我在找到机会 我得跟你压回来 家庭啊 不是打仗的地方啊 家庭也不是说礼的地方啊 家庭呢 是讲情 讲恩义的地方 讲礼啊 就互相在那里论礼 指责了 各相责 天翻地覆了 讲情呢 就互相疼了 讲情意啦 我要补一个情意 不然可能一听了 情子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我还要再补一个字 比较好 不然就有人 因我而生烦恼 所以这个情啊 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跳到 出世间的情绝啊 修行是有次第的啊 你跳那么高哦 没有基础啊 那个高也是 名词术语而已啦 可以给人家讲空性 最后家庭问题都处理不了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情意嘛 讲的理那么高 全家人没有一个爱听的啦 所以世间 比较低的叫情欲 他有控制 他有占有 这是轮回的凡夫人 但世间有 慎贤君子啊 他讲情意啊 他可以为家族 他可以为国家奉献 所以黄念主老君子说啊 无情不能修道啊 没有情意修不了的啊 人不敬情意啊 可是你还有很多本分耶 你都不去静啊 最后你都要承担 你可以跟人家讲大臣佛法 可是你孩子不用心教 最后他会不会有果相出现啊 就像台湾也有出现啊 我记得那时候哇 都是代表佛教做善事 最后新闻爆出来 儿子犯罪了 在警察局 最后他也 暂时啊 不敢再出来了 因为 造成社会大众的舆论啊 了凡视讯啊 真的理论的很透啊 让我们分辨了 什么是善 从16个角度来论 从一开始 有真有假 有端有趋啊 有是有非啊 什么是善 什么非善 在论这里的时候啊 后面结论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我们看现在在佛门做善事 结果孩子没用心教 这个事情一出来 流弊就出来了 学佛怎么学生这样啊 那不能学了 社会大众不了解啊 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对他们 有负面影响 那影响整个社会了 所以有同修就讲到了 他们有一些新加入学佛的家庭 加入呢 一看这些学了五年 学了十年 甚至学二十年的 家庭都有严重的问题啊 最后他们都退出了 不敢学了 因为人家没学家庭 比较和乐啊 心里想说你们学的时候变成这样 那我不敢学了 所以应主的智慧啊 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时代 敲请警钟啊 我们可不能觉得 我皈依啦 我是佛弟子啦 我就是在为佛门做贡献啊 要表好法才能贡献啊 表不好的法 有可能造成负面效应了 所以 而生其心呢 我们因无所住要心清静了 清静心呢 清静心呢 是定啊 我们求菩提道啊 要先求清静心 要先求清静心 先求根本智 再求厚德智 这个赤地不能乱 哦 这也是善才童子的表法哦 佛门这些表法啊 可不能含糊过去哦 哦 包含经典里面 那个句子有根 有本 这个都不能滑过去哦 小人行显以侥幸啊 这个侥幸心心态啊 一产生啊 这个就偷心啊 把真心给偷走了 啊 啊 面对师长教诲 嗯 这一句 再说吧 啊 开始在挑了 这都是偷心啊 他对老师是 恭敬心啊 老师 听话 真干 啊 又夹杂自己的意识进去了 那就很可能不是跟师长学了 跟自己的想法在做了 念头啊 很细微啊 我们要 慎之又慎了 好 好 那 善才东是表法的 先求跟本质 就是清净心 好 好 般若啊 是大乘佛法的核心 佛讲了22年了 波罗讲什么 波罗讲什么 波罗无知 无所不知 啊 波罗无知是讲我们 根本知 无所不知呢 是厚得知 我们有的清净心 有的根本知啊 接触一切人事物啊 甚至会厚得知 可是假如我们的心不清净 我们每天接触很多人事物啊 会产生烦恼 甚至产生成见 我们也见过年轻人 他毕竟修学还没到 根本知啊 到道场去了 遇到不少长辈啊 遇到不少长辈啊 每个人跟他讲的角度 说法都不一样 他会听成什么样子啊 会听乱啊 甚至于可能这些长辈都也还在修行 还是会有脾气啊 烦恼献钱啊 可能他越掺了 哇麻烦了 哎呦 怎么长辈是这样啊 刚学佛的人看到老修会退心啊 年轻人看到长辈修的情况也会退心啊 所以互念一个孩子 互念一个初学的人的亲近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师长说 我们中华民族 历代 做人家长辈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啊 在孩子面前不能给他不好的影响啊 不然他那么小就已经被误导了 就麻烦了 我们每一个情绪啊 都会影响小孩的啊 这是必然啊 我们现在看十几岁的孩子 甚至于成德所接触到的 二十岁上下的 也都有 不少 有情绪障碍 很容易就陷到消极低谷 主委同道啊 大家想一想 你看那个刚出生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 你有看过他 心情很沮丧的吗 你有看过这样的小孩吗 我今天去看一个孩子三个月大 心情很沮丧啊 没有吧 他怎么现在过了十几年 变成很容易消极沮丧啊 他的情绪受谁影响 我们甚至于有看到啊 这个孩子先天有缺陷 可是他的父母 很积极乐观 很用心培养他 这样的孩子呢 也没有造成 人格上的 缺陷 也不会 对人生 消极 他也不会沉沦 甚至于他可以激励他人 这都跟他父母给予他的这种 心态啊 能量啊 正能量有关 所以之前跟大家举个例子 妈妈起个念头都影响胎儿 起个念头 考虑要把这个孩子打掉 你看这个孩子二十几年之后 这个种子起现行了 都想啊 妈妈不要我了 你说一个念头都会影响胎儿 我们发个脾气过去 孩子不受我们影响 那不可能的啊 所以陈德跟大家分享 交流这个天下太平这根本 越讲了 越感恩自己的母亲啊 我没见过我母亲发脾气 一次也没有啊 但是陈德观察 现在八十几岁啊 在台湾的妇女 很少发脾气的啊 诶 诸位 同修啊 你们的父母应该 差不多这个年龄了 不少啊 大家也可以观察观察 观察到什么 观察到文化的力量 在他们那个年龄 有的还不是智呢 甚至于小学毕业而已啊 你看他们对家庭那种责任感 上有老 下有小 一肩扛起 无怨无悔 所以孩子 都孝顺了 为什么 佩服母亲嘛 这个父子有千啊 终身保持啊 所以我们呢 这一两代人学佛的情况啊 跟师长那一代也不能比啊 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了 对于祖师这些叮领啊 不能忽略掉了 不然我们很想为佛门贡献呢 结果变成 表错法了 给人家负面影响 这个也不是我们愿意 看到的 哦 所以 我们刚刚讲到啊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了 那因无所住 师长 有一个开示 什么是佛法 就是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个链接啊 再发上去给大家 讲得太精辟了 好 我们听完了 虽然短短 十分钟的开示 真正要把它做到位啊 还有下大功夫啊 好 亲近心重要了 戒定重要了 离有顿悟 是要见修了 好 那亲近心既然这么重要 那我现在啊 要习定啊 黄念祖老居是说 定虚习 要练习的啊 哎 我很想有定功 一想就有定功了 不可能 得要下功夫啊 哎 弟子规就是 习定啊 不从容 立端真 不从容哦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 十差九错 只会慌张啊 小儿语也是习定啊 什么时候习定啊 讲话的时候习定啊 凡道志 众且疏 物极极物模糊 讲话很快不去改啊 那一讲话 自己的心呢就容易 挤啊 一极啊 我们去做的事啊 说能做好啊 比较困难 所以隔言别录说啊 急躁 则自处不暇 我们心一急躁了 自己顾自己都顾不好啦 还能去把事处理好 我当时候看到小儿语第一句啊 真的有点流冷汗啊 第一句自己都没有做好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难怪每一天还有很多差错 十差九错啊 只为慌张啊 只为慌张啊 那怎么习定啊 在一切言动当中 提醒自己啊 不能慌啊 提醒自己啊 阿弥陀佛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这样才能修清静心啊 要练习啊 读诵经典 把一些妄念放下 就是修清静心啊 拜佛 神动心不动 心还是在念佛 诶 那个拜的速度啊 跟 放的这个 念佛机 还很相应 拜的过程也是习定的 在 处世待人接物当中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在谈话 谈着谈着 有点情绪上来了 阿弥陀佛 这个都是在习定啊 立思练心啊 总不能每一次都是 哎呀我 不想生气 可是还是忍不住了 总不能每次都打败仗啊 总不能每次都 都退啊 又往后退啊 总得有时候要打打肾脏啊 总得有时候要打打肾脏啊 所以师长劝我们 放下十六个字 啊 知识自立 明云立养 无欲六成 谈诚自满 就是修清醒 啊 所以处理家庭问题啊 对家里的人不能产生成见 心里不能放 他们的过失 但是 不然我们就很难以亲近心 恭敬心 去跟他们 互动 所以看起来是在处理事 实际上是在练心地功夫啊 没有练四法 只有练心法 我们有同修 我们有同修 最近家庭出现 人事的挑战 他记住啊 师长老人家说 学佛就是用真心 他记住这句啊 提醒自己啊 不能有情绪 因为一件事一发生啊 全家人都在其中啊 每一个人你都要去护念啊 不然他在这一件事当中 可能产生人与人的怨恨啊 产生烦恼啊 但是我们能自己不被境界转 又能去护念每一个家人 可能全家人都在这一件事当中成长了 是堕落了还是成长了 完全在我们的念头 我念头理智 全家人成长啊 因为全家人是自己的依报啊 所以是正暴转啊 所以师长勉励我们 落实 望尽还原观 菩萨适得啊 随缘 家里面出现冲突也是缘啊 随缘 没有说这个缘是善缘哦 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包含在这个随缘里面 妙用 妙在哪 妙在用真心 妙在不被境界所转 没有意气用事 没有感情用事 没有感情用事 这个就妙得起来了 那这一件事啊 就是菩萨道场啊 大作梦中佛事 随缘妙用 但是前提是什么 要有身教哦 威仪助持有则得 你平常啊 家里人就挺佩服你了 所以身教要在言教前面 所以着和子子设身得去言教了 而家里面发生事情啊 处理起来不简单啊 为什么 大家都是成年人啊 成年人的思想跟言行 怎么形成呢 少说十几年了 多的话呢 更多了 三十几 四十几 五十几 甚至有七十几 八十几的 要让这些思想观念言行转变 一天就转了 两天就转了 所以有时候处理家里的事哦 小孩比较好处理哦 大人比较难处理 所以为什么说普代众生受苦得啊 往往处理事啊 要很有耐心啊 不只不能跟成年人情绪在那里抵触啊 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抵触的心啊 他都四十几岁了呢 他还学佛呢 我们心里就堵了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啊 跟别人没关系哦 自己的心动了 动在哪 动在要求人 所以这个处理家里的事要妙得起来哦 不要要道 不要要情 要就是要求了 要道是什么呢 要求别人要行道 他也学佛啊 他怎么没有做到 一有这样的心念呢 就傲慢了 就会指责了 我们得把自己的心念护好啊 这个家庭才会跟着好合 依报 随着正报转 所以古人很懂人情事理哦 我们要要求别人 我们首先要要求自己啊 作为台湾的同修啊 我们以前看过一个广告嘛 要刮别人的胡子 就是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啊 我不是卖刮胡刀啊 大家不要误会啊 这个 这个我们有以前看过的广告啊 我们假如用佛法来看呢 也是有点味道的啊 这个广告呢 假如用四书的句子啊 这大学说呢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我有这个优点呢 我才好去带动别人呢 我没有这个缺点呢 我才好去互念人家改过啊 假如我们在要求别人 你这样做不对 你不能发脾气 要道了嘛 要人家行道啊 可是假如我们的脾气也有啊 人家马上就心里就 不服气了 你脾气也很大 你还搅我 甚至于比较不客气的就直接就顶回去了 你自己都这样你还搅我 诶 诸位同修啊 我们假如听到自己的家人朋友 顶我们这一句啊 我们当下要怎么样啊 当下要生惭愧心啊 人家不服气是自己做的不好 可不能恼羞成怒哦 那就一把火把自己的功德都烧掉了 所以师长讲经的时候说我们有多少功德呢 想一想 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 假如是昨天 哇 那只有今天的功德啦 昨天已经放一把火 自己放一把火烧掉了 不要要道 不要要情 这个有味道了 就是你付出啊 不能放在心上 付出一放在心上啊 就希望人家赞叹几句 或者要人家回报一下 所以人家没什么反应啊 就生闷气了 我做那么多你没看到吗 我付出那么多你都不能表示一下吗 所以付出有放心上啊 我们也很容易起要求的心 所以忠述之道啊 言以利己 要求自己什么 往三轮体空努力 内不见己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没有这个付出 留在心上 的这个意念 做完 应该做的 没放在心上 没放在心上 所以为什么母亲的爱 让我们终身难忘啊 因为她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我们就很希望能够 多回报母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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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师啊 指导我们呢 都是从根本修 所以夏连居 老居士讲 念佛 处事啊 都要用第一念 第一念 就是真心 教得很仔细啊 指导我们 处事时 扩兰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事已过勿留置 不要把家人朋友啊 同事的事都放在心上 事已过勿留置 事未至勿将影 事情还没来 不要紧张 不要担忧 坦坦荡荡 见空横平 在哪里修真心啊 在处理事情当中 那提醒我们呢 在处理事的时候 不能有这些心念 不能计较忍我 互相指责 不能计较忍我 不能粘固得失 做事啊 不要有得失心 不能基于意气 不能意气用事 不能迁于感情 只要有这些 心念呢 就落入分别之座 烦恼当中的 就是第二念的 不是第一念的 第一念是用真心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 目贤当目其心呢 我们效法这些过来人 怎么用第一念 怎么用真心 这些教诲不容易 说出来 他要入境界才能说得出来 我们有福气啊 我们听到了 我们可以依教奉行啊 少走很多弯路了 那师长说 学佛首先呢 扩宽心量 那我们就要从这些 首先的教导去做了 这一句首先扩宽心量 师父领进门了 修行靠个人了 我们这一句话一听到了 马上 反观 反观 自行 我行量够不够大 还有哪个人 哪件事 我不能包容啊 这些功夫 师长帮不上忙啊 这个得我们自己去下公屋了 他老人家给我们表演呢 普天之下 没有怨恨的人 没有不爱的人 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没有不能宽恕的人 所以我们学老祖宗的 五千年文化 首先呢 要跟他们的心相应 跟师长修学 首先也要跟他老人家的心相应 以师字为己知 他的教导我们才不会听偏啊 我们 也要一起来深入试书 那 大学讲 古是欲明明得而于天下者 代表我们老祖先呢 他学到的目的是什么 明明得于天下 他的心量都把天下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应主天下太平之根本 怎么学啊 要胸怀天下来学啊 那就会感觉应主这些话很亲切啊 假如我们不先扩宽心量 可能看到应主的话呢 觉得 不是很舒服 怎么这个又要求我 那个又要求我 所以师长讲到的 应无所住啊 是在一切静缘保持清静心 俄身其心呢 俄身其心呢 是能 我们依教奉行 让人 对于佛法产生信心 产生怨心 这叫俄身其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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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俄身其心啊 产生什么效果呢 为人演说的效果啊 所以这个俄身其心呢 就是大学之道 在明明的 在清明 在子欲至善啊 他这个一身心啊 他这个一身心啊 治他受用啊 你看我们升起真心呢 自己境界就慢慢往上提升了 这个真心又为人演说 正己化人 所以大学之道在哪里啊 就在我们的一念心念当中啊 他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啊 好 那这个王佑金老师啊 他也是很多年前看过映竹 这些教诲 他特别难得啊 他能欢喜接受 进而 辞掉工作啊 当然这个辞啊 大家不要从向上学啊 不然到时候啊 大家一冲动啊 最后家庭 造成家庭革命啊 这个陈德就罪过罪过了 那这个王老师他 夫妻啊 都有建立共识啊 建和同结在先 不能太冲动啊 好我们 先来请他来 分享一下啊 我们接下来再看 这是现代版 有人是照着这个来做 我们听了就更有味道啊 来我们掌声欢迎啊 尊敬的陈德法师 各位大德各位学长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问这样子的音量可以吗 可以 可以好 那首先很感恩法师 让弟子报告这几堂课 学习天下太平之根本的学习心得 那弟子 其实学习传统文化的时间 并没有很长 那在学生时代 学的是生物化学 那毕业后 在一家生机公司 从事 新药研发的工作 那不是本科生 那本身的文学底子 也没有很深厚 那平时有听经 但是听的也没有很多 但是呢 会尽量把所听到的教诲 就是学到的 就尽量把它录取在生活中 那也会想想提醒自己 就是要做到老法师 常常讲的老实 听话和真感 那大概在八年前 弟子因为听老法师讲经 那进而就阅读 印祖的天下太平之根本 这本书 那看了之后呢 就深受感动 还有也觉得很震撼 因为大大颠覆了 弟子原本的价值观 那书中提到说 女子相互教子自权 不亚于男子行政致命之道 那治国平均下之权 那女子居然这样操了一大半 那当弟子看到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觉得 觉得跟以前教我 所知道的那个价值观很不一样 那那时候正值弟子 的育婴价即将要起码 那那时候就心里 就除了一方面放不下孩子 那另一方面呢 又不得不要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 因为那时候弟子的薪水 其实是比先生还要高的 那如果因为照顾孩子 把工作死掉 只靠先生的一份薪水 那可能生活会比较辛苦 那弟子 所以那时候就先入 到底要选择家庭 还是要工作 所以就先入这个两个人的抉择当中 所以弟子就把这本书 反复的看了好几回之后 然后就跟先生商量 那商量之后 就毅然毅然的就把工作死掉 然后再加相互教子 那这几周来 法师开始上这本书的内容 那弟子也重新回去温习这本书 那温习之后呢 也 嗯 体会的更深入 那也回想起 从小到大的一些遇到的际缘 或者是遇到一些人 那也很感谢小时候的一些际缘 那 也 因为小时候这些际缘 所以让弟子在重新温习之后 对于天下太平之根本这本书的内容 就觉得更深信不疑 那也提醒自己要好好落实 那小 那小 弟子小时候呢 是生长在张祸的乡下 那父母亲工作的很忙 父亲在外地工作 舅舅才回来一次 那母亲呢 他也很辛勤地工作 一手就拉拔 弟子还有三个妹妹们长大 那所以平常父母亲都没有空陪伴我们 但是母亲我空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回外婆家 那外婆她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 就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每次回去 外婆就会叫弟子念佛号 或者是观世音菩萨名号 或者是六四大名众 而且她也会 就常常拉着弟子的手 然后在手心上面写字 那其实弟子那时候还小 也不晓得 外婆就是有什么用意 然后就是乖乖的听 那只记得 外婆会用台语常常跟弟子说 要常常念佛 佛菩萨会保佑你 就是读好书 然后会 就会保佑你平安 然后帮你开指挥 那每次回家之前 那外婆也会订定弟子说 回家要记得要常常念 嗯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 弟子怀孕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还不懂得开教 但是听说 念佛门品对胎儿很好 所以呢 弟子就老实的 每天下班回家后 就念一部佛门品 那也会常常在家里 供奉的观世音菩萨面前 提求佛门 保佑肚子里的宝宝 平安健康有福会 那到了怀第四胎小儿子的时候 因为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要照顾 那就比较忙碌 所以说就一天就只念疾病的心经 那有时间才会念 那这一路走来 弟子就深深觉得有佛菩萨的帮忙 那因为这几个孩子都是身体健康 然后到现在心情还是都是很温和 那从小就很少苦恼 那也就从小也都很爱笑 那所以弟子会觉得 弟子在怀孕的时候 并不懂得胎教 所以那时候的起心重念 还有一些言行举止 也没有像映祖讲的 就是要实施保持着正面 那还是会有贪嗔之满 还有还是会有贪嗔之满 跟世分人我 所以说弟子想如果 将来如果真的有母亲 完全按照映祖的话 嗯好好做好胎教 然后将会好孩子 那么孩子将来必定就是会成生成仙 那另外呢 弟子还回想到以前小时候 外婆也常常叫弟子 要 要爱护生物的一些事情 的例子 例如说外婆说 警告就是 就是 跟弟子说绝对不能去钓鱼 因为鱼沙是刺穿鱼的喉咙 虽然鱼不会马上死 但是它会很痛 所以呢外婆一直跟弟子讲 那弟子就永远就像 对鱼就是 对钓鱼就没有好感 那自然而然也不会去钓鱼 那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外婆就会带 比较常带弟子到寺院去 那时候外婆就参加法会 那弟子就在寺院里面 四处走动 那就看着大人们做事 然后偶尔也会帮一些 很简单的工作 那记得有一次就跟外婆在寺院里面挂单 那晚上师傅就跟 就问弟子 如果有蚊子要咬你 要叮你那你要怎么办 那弟子那时候就笑着不回答 因为在家里面大家都是直接这样子上 然后就打掉蚊子 那这时候师傅他就笑着说 我们可以轻轻的把它挥掉 要不然就把它吹走 那如果晚上蚊子他嗡嗡的声音 他吵着你没办法睡觉 那你就可以看蚊子在哪里 然后把双手拱起来 就像这个样子 就先把蚊子困在里面 然后再把蚊子送到户外去 那弟子就看 听师傅讲的这一席话 还有看了师傅表演的动作 然后就觉得很稀奇 因为以前外婆可能讲过 但是没有印到弟子的心里面 那听到师傅这样讲 就是这种表演 所以弟子就印象很深刻 就觉得很稀奇 原来连小小的蚊虫蚂蚁都要爱护 那这种习惯就会 一直保持到现在 如果现在家里面不小心 刨进一些小昆虫 那孩子们他们就会用 我们所谓的虫虫杯 把那个小昆虫送到户外去 那那时候呢 师傅也有跟弟子接运一本 有图片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潜艺》 就像就是这一本 里面呢 30年前的 里面呢 画有很多幅这种 有关地狱景象的图片 那时候因为弟子还很小 基本上也才可能10岁左右 那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就心生敬畏 那特别是看了 《观众生夜原品》第三 还有《地狱名号》第五 看了之后就觉得 地狱好可怕 那时候就会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 特别的注意 但是 这种注意呢 大概就是在乡下时候是这样 那后来我弟子国中的时候 就全家搬来台北 那弟子就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放在科业学习 还有考试上 那渐渐的这种 英国轮回地狱的事情 就在弟子心中 然后被打上公套 就因为都忙于课业 所以就算以前看过 也就慢慢的就 没有去想 然后也就被弟子打上公套了 那直到唯一受五戒之前 那弟子回想起来 其实自己好像也造了不少的恩言 就是一些小的或新念意念上 基本上算起来 可能都是不好的意念 那所以说 他说 在上感应天 还有音质文 那还有唱一集要 那每天也会讲解一两句的经文 那也会讲英国故事 跟一些等于故事 那孩子们他们也会分享 他们所看到的或是是听到的故事 那因为弟子是 弟子是因为孩子 才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的 那有时候进阶线前的时候 难免也会有一些贪嗔失慢疑 那透过讲解 弟子可以给自我警惕 那同时也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学习 那再来 因为弟子也觉得 潜移默化也很重要 因为弟子的先生呢 他在平常走路 或者开车的时候呢 看到路上有露鲨 露鲨呢就是 路上被车辆撞死的动物 那弟子的先生呢 看到有露鲨 常常就会停下来 然后拿干净的塑胶袋 把动物的尸体捡起来 然后再放到 合适的地方把它放好 那不久前 弟子带着孩子去 户外做运动 那孩子们就看到 路旁有 路旁有 躺着一些老鼠 那小儿子就看 这只老鼠 他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 那就用他 手上拿的那一只 玩笑的小铲子 还有小树枝 就一些树枝 把老鼠放到 草堆里面去 那避免被 这样子碾压 那弟子看到这个情形 基本上 第一个反应是觉得 还蛮压抑 那也觉得很欣慰 因为这只老鼠 基本上还不小只 如果是弟子看到的话 还不敢去翻 把他运到 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但是小儿子呢 他就不怕 来往用路人 他投注的眼光 他就很专心的蹲下来 其实那时候 有人 听红绿灯话 就会特别停下来看 这群人在做什么 那小朋友就 没有害怕大人 一直投注眼光 然后就在那边 专心的把老鼠 放到安全地方后 然后之后 我们再一起做三个异 所以呢 从这边 弟子就深深觉得 父母亲的一举一动 还有所有的言行举止 基本上都会潜移 梦话给孩子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 对我们的言行举止 要特别的谨慎 那再来 因为弟子的夫家 他们 都比较节俭 因为公公是外省人 那民国三十八年的时候 就跟着国民政府 来到台湾 那一个人生活 是很不容易的 那后来 在四十五岁那一年 跟婆婆结婚 两个人白手起家 那所以说 生活他们还是 要比较刻苦 要比较节俭 那弟子先生呢 在毕业之后 应该在国中毕业之后 就开始办公办读 那弟子也因为 小时候生活 比较苦苦一点 那还有长辈的教导 所以呢 五行中也养成 比较节俭的习惯 那小时 记得孩子小时候呢 我弟子带孩子呢 去便利商店 我们通常就是 弟子缴费 缴一些水电费 之类的费用 那到卖城去 我们只卖所需要的东西 那难免孩子 会有想要买的玩具 或者是 零食 那大部分时候呢 当然是被弟子拒绝 就完整的拒绝 当然呢 也会讲说 拒绝的原因是什么 那 偶尔买给孩子 他们想要的东西 孩子们就会特别的高兴 那现在呢 最近带着孩子们出门购物 比较大的哥哥姐姐 他们就会说 如果东西的品质差不多 那我们买便宜的就好 那买东西之前呢 就要先想想看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 那弟子听到这样的情 这句话 其实觉得很难欣慰的 因为可能孩子 从小就这样耳湖 那甚至像 因为爷爷 爷爷奶奶真的很节省 那这样子的 全家人都比较节省的状况下 欸 孩子也知道 yağ 什么用钱 对他们是比较好的 嗯 ...好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弟子大概讲一下 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些小细节 那或许有人会好奇说 弟子辞职之后只靠先生一份薪水 怎么我们全家人怎么获获 那弟子现在就来分享 那的确前年几年呢 我们是比较辛苦 那但是呢温饱大致上不太会有问题 因为第一呢 每个孩子从一出生就喝母奶 到这个月大之后就结负食品 那一岁之后呢 就喝自己打的豆浆或者是燕麦奶 所以呢我们可以省下一笔很昂贵的 婴儿来分钱的费用 那第二个 孩子们身上所穿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接收亲朋好友的二手衣 所以我们也不用花很多钱去买小朋友衣服 因为基本上孩子的衣服也都挺贵的 那第三 因为先生吃素 所以 弟子就不买肉 那家里也不煮婚食 那所以 所以 因为蔬菜会比肉还便宜嘛 然后弟子也会尽量挑便宜的蔬菜还是买卖 所以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压低基本的生活开销 但是呢 如果遇到比较奢侈的吃喝玩乐 那就会比较难 比较难 那次数就会比较少 那那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弟子也会想 自己身边没有钱 那以后怎么办 心里还是会有这种担忧 虽然已经听经了 也看了应俗的书了 自己心里还是会有担忧的 那 所以弟子其实 那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早起 早起呢 就送一部无量手经 就持续了几个月 然后呢 带孩子去爬山践行的时候 就听了法师讲经 那渐渐的 一段时间之后呢 心就比较不浮丧 那也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然后当后来听经 听到老法师说 财布师的财富的时候 弟子就 好像吃了定心碗一样 然后就 就赶快跟先生分享老法师的法语 那先生听的时候也 就很努力的照做 那除了慢慢修正 他自己的习气之外呢 那每个月就会先拨 十分之一的薪水 来做故事 那有时候月底 就是他也没有醒了 因为该的支出 就先拨出去 我说月底他没有钱 然后他又没有在殿当的时候 他就会只吃白吐司来过付 那当然 那是他事后才跟弟子讲 要不然弟子 一定就会很勤劳地 把他准备变当 那后来 持续听了法师讲经 那又再听到老法师说 义工的护士工作 剧组了法布师 财布师 以及五位布师 三种布师 那是实现 幸福美满人生的大好机会 那弟子听到这个之后 就越越越死 就很想要到大厂 到道厂去当义工 然后 但是那时候孩子的确还小 那先生的工作又忙 所以说弟子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不过呢 在半年后 弟子 不是弟子 是孩子读经班的老师 他邀请弟子去参加 他们的活动 那弟子在那里呢 就看到 有很多年轻人 来参与活动 那也帮忙 整个活动的运作 这种氛围 跟弟子在 道厂里面 看到了义工 或者是联友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有很大的差异 那弟子看了之后 其实就觉得 有点改革 其实也觉得很可惜 方法这么好 那 这是比较少年轻人来 那 活动之后 就跟先生商量 因为之前就很想要 去道厂帮忙 那 那时候 参加完那一次活动之后 那弟子就回家 跟先生商量 商量之后 不久后 弟子就在道厂里面 担任义工 那就一个礼拜一次 弟子去道厂当义工 那先生呢 就在家里 忙忙看孩子 我们就 这样子轮流 那也要 也要 也要赞叹先生的随心 然后 然后 一个礼拜一次 弟子就星期天 每个星期天 道道城去帮忙 那一段时间之后呢 弟子就 那边其实服务的也很快 也很开心 那 那就觉得 发喜充满 然后呢 也 慢慢的也 明白 小时候 为什么外婆 那么常到道厂去 而且 常常一住 就是好几天 因为我觉得 弟子觉得 可能就是那种 发喜充满的喜悦 那 弟子和先生就这样子慢慢的 除了做牌才布施 弟子到 道厂去当任义工之外 那 就这样子 渐渐的 先生的工作就越来越顺利 那么 我们的布施 也可以越来越多 那就如同法师所说的 越施越多 这个我们 有很深的体会到 那 再来 弟子还想分享一点 就是 我们在学习 或者是 推广 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那你也会遇到 一些批评 或者是 毁谤 那 如果我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心 必定会得到 佛杀的加持 就如同法师 上课 所常常提到的 姓为道员工主母 长养一切 足胜根 弟子也曾经在 一个团体里面 因为家庭主妇 没有工作的身份 然后帮孩子申请自学 以学习 传统文化为主 受到批评和诋毁 那孩子呢 也因此 受到了这样难 那当时 弟子的心理 当然是很难过 那也很心疼 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这样子被对待 那心理一直 无法失怀 那那时候就靠着 一直听老法师奖金 然后来坚定 自己 要走传统文化 这条路的信念 那后来 有一次 就和孩子一同看 红一大师 介绍红一大师的短片 片里面呢 就看到大师 他在遇到毁谤的时候 他大师就引用 涵山与时德的对话 来开导弟子 涵山就问 世间人放我 欺我 怒我 笑我 亲我 贱我 恶我 骗我 如何处之乎 使得云 只是让 忍他 让他 忧他 逼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一起看他 所以呢 弟子后来就选择 离开那个团体 那刚刚师父 也有提到说 我们修行人 不能够 极要如仇 知道他 造了师弟一业 那我们仍旧要 保持着 心平气和 要修平等心 那在过去 法师也常常 以诺老法师的法律 处逆境 则恶元 无称会 业障尽销 我们心里面 要常常存在中属之道 那 弟子现在 回想起来 确实 也是如此 因为呢 除了我们平常 有过故事之外 那就在那一段 就是很难熬的日子里 我们就买了 生平中的第一栋房子 那先生的事业呢 也 蒸蒸日上 那 日后呢 弟子也有 这个 书生缘分 来到极乐斯 与大家 一起共学 所以 弟子就很感恩 有佛福上加持 还有 有听 老和尚 还有承得 法师教会 那当然呢 也要感恩 那些人 给我们做 反应的视线 那给我们做警惕 那 弟子想 这可能就是 上司法师 在课堂上 所说的 逆增上缘 那 讲了这些 那最后呢 弟子也要感谢 法师 那对 弟子一家人的厚爱 和鼓励 那也要感恩 极乐斯 各位大德的 课程安排 那之前有到 极乐斯做 实体上课 以及现在的 先生上课 那看到大家呢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精心竭力 不辞辛劳 那弟子就觉得 很感动 然后能够向 法师 还有各位老师 学习 然后还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 善友一起学习 弟子就觉得 在一起充满 这是弟子一起 以前一直很想遇到的 然后三世 现在有这个缘分 所以弟子就 特别感恩 那今天的 分享就到这里 那如果有 不足 或者是 需要 改进的地方 那再恳请 法师 各位大德 以及各位学长 给予 执照和建议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 王老师的分享 相信大家听了 都很有 触动 尤其 我们 很感谢 老人 真的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从他的叙述当中 我们体会的 很深刻 看老人家善良 老人家 对圣教的虔诚 就在我们小的时候 帮我们扎下 这些善根 包含他的公公 是 这个 1949年 那个时期 过到台湾 也都是 对传统文化 比较有 熏悉 所以老一辈 这个身教 影响 两三代人 以上 所以 中华民主 特别强调 敬老 爱老 这个精神 就是 饮水 饰源 而他的外婆 做的 就跟 应主教导 很相应 应主就提到了 小孩 只要 会讲话 就要教他念佛 观世音菩萨 因为人生酬业 我们没有业 不会来投胎了 那既然有业 那再往后就会 可能会形成障碍 所以好像没有遇过 哪一个人 他的八字 这个命叫做 终身一帆风顺 大家有听过 大家有听过这样的命吗 我也没遇过 但是应主 这么教导 只要这个孩子肯一教奉行 念佛方人 消树叶 结成自可 转凡心 这个佛号 一生 接着一生念了 鸿鸣正章自信 深深唤醒自己 这个都是 王老师 还有他的孩子 有福报 他们那么小 就开始 熏习佛法 而且他的善缘里面 也有 法师的护念 老师的护念 我们刚刚听到 他在叙述 出家法师在指导他 的那些动作 这都是我们的学处 指导孩子的时候 可以配合肢体 可能他的印象 就更深刻了 因为那个肢体当中 还有一种 小心翼翼在里面 还有一种 柔软 对待 小动物在里面 听故事不能光听 要马上拉回来 我的学处 在哪里 那这个 包含他在叙述当中 他 学佛的态度 挺可贵的 他听了师长教诲 他希望能够 把他落实在 生活工作 主事待人接物当中 这就是公敬 这就是能够解行相应 我们刚刚有很大一段 是听到他在叙述自己 布施的情况 这布施是去行啦 听到师长说 财布施的财富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畏布施的健康长寿 这是一个理 是一个道理 有解了 解了之后 要去行 行了之后 可能经济 不是很宽裕 慢慢慢慢改善 他在行中 他的感悟更深 行又帮助解 解得更深 解得更广 又有师长做真上缘 又告诉他 你做义工 三种布施都有 不一定要花钱 而且内财布施的功德 还超过外财 现在尤其这个时代 大家都很忙 出钱 愿意的人多 出力 愿意的人 能配合上的人就少了 所以他也 听了 有这一个心 也不能激动 不能听完老儿上说的 冲啊 就冲出去了 还得要评估一下 家庭的状况 那时候小孩都还小 所以我们 学大学之道 学菩萨道 都还要顾及 世间的 本分跟人情 事理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物 这个次第不能乱 一乱呢 首先你的家人不能理解 再来 社会大众也不能理解 儒家这个次第啊 很重要 格志成正 这是内功 内圣的功夫 修其治平是外望 而且 经典是什么 身修俄后家旗 家旗 俄后国志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我想啊 以后有缘 一些当妈妈的人 想进一步探讨 在家怎么教孩子 传统文化 那我们可能可以请 王老师在 今天只是 大略的把他这 十几年的过程 叙述了一下 包含他从小了 那个又是 这个是 双重的家庭的 给他的影响 从他原生家庭 到他自己成家之后 的这一个家庭的 教育 或者经营 这个都是 非常宝贵的 人生经历啊 而且自己是 很用心来经营的 用心啊 就会有很多感悟 就会积累 很多人生的智慧 阅历 那我相信呢 这王老师也会 很愿意来做供养 因为老老师特别讲的 三种 供养 三种布施 当然哦 我们要做布施 做供养 也不能 做到 家里的人 抗议 我是遇到一些同修 家里都抗议了 他也 这个 不是很放在心上 我还得旁敲 侧击 提醒他 因为有时候 做好事会强势 刚刚哦 王老师也提到 要忠肃 我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我们不能做好事的就 我做的是好事啊 他应该支持我 就有一点 严以律人 而且学佛不能换对象 有时候强势也会换对 换姻缘 在佛法里面 强势也是有啊 尤其非常感谢 王老师算了一笔账 这笔账 我以前也算过好几次 但是它是现身说法 我看一般大众 听我算这一笔账 心里还挺不服气的 可能还会冒 心里冒一句话 你有没有结婚 算得那么轻松 所以每个人的缘不透啊 能够啊 互念的众生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成家了 这个表法很重要 因为佛地址里面 在家人占多数 像刚刚叙述到的 尤其一个核心啊 孩子健康啊 家人健康啊 这一点现在就很难了 你说现在哪个家庭 三代的人身体都健康 不都健啊 往往都是忽略了 因为病从口入啊 很多都是吃外面的 可能家里的人 三十几 四十几 身体有出现状况了 吃药都吃 可能都是几十年的 甚至于 有时候还得开刀啊 这些 可能三年五年的积蓄啊 一下子就付诸东游水去了 所以啊 这好多啊 是钱买不回来的 古人 钱挂 元亨利争 为什么那个利字 利益啊 利益不能是眼前利啊 那就变刀头四密了 把舌头都割掉了 这种利 祖先不可能强调啊 利者 义之何也啊 大家想想 义啊 利为什么跟道义 这个义之有关啊 而且还加一个和啊 有味道了 家和万事兴啊 我们冷静去观察 现在中小型企业 陈德刚说 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是快二十年前了 平均寿命 二点九年 你说他 一开始还是有赚到钱呢 没赚到钱 他还会开啊 那没赚到钱 那他两个月就关门了 怎么还有二点九年啊 可是为什么他的事业不能长久 他没想到义啊 他没想到和啊 家和万事兴啊 家是这样 团体也是这样啊 他们夫妻都互相商量 但是也没有操之过急 可以了 做决定 不然也可以循序渐进 但是那个大方向不能不对 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是对了 我们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经营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啊 所以最近也见到一位 很有能力的母亲啊 真是 才华洋溢啊 薪水也很高 但他后来怀孕了 后来也是选择做家庭主妇啊 他现在孩子两岁多了 很可爱啊 他当面跟我说啊 他说 因为听我讲课的时候说 夫妻啊 是一体的 你们夫妻命中有多少财啊 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是一样的 那个财都会到你们家来的 他说 真的 他辞掉工作之后啊 他先生越赚越多啊 那他也是现身说法啊 我自己讲了 人家要说 你又没有结婚 那我也是因为我姐姐 他真实是这个样子 现在又有王老师来做证 所以啊 你得心安啊 他也很 很善巧 来护念自己哦 他自己也心也会动啊 他就 常常听老婆上讲经 越听啊 常常有一些担忧的时候 老婆上的法语就来了 你得心安住了 你看没有钱啊 也是可以很有家庭的 这种互动相处啊 出去爬山呢 山清水秀啊 天地的灵气啊 滋润每一个家人 又不用花钱 而且一般呢 只要去爬山呢 这个山底下一定有个寺院 依我的经验是这样啊 我们高丘每一座山底下都有寺院 可以进去大雄宝殿 礼拜 佛陀 所以有时候啊 不怎么花钱的 反而啊 对身心很有帮助啊 有时候花钱的 不见得对身心有帮助 因为我曾经带孩子去这种 什么 游乐区吧 玩的那些哦 都会让我少活一两年 因为呢 一玩那个都是尖叫的 然后玩那个什么 滚来滚去的 我玩完之后就想吐的 脑子都是冒金星的 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现在的人 太闷 苦闷啊 很多心里的事没有排解开来 怎么办 刺激 那个一刺激让他暂时望下烦恼 望下苦闷 那个苦闷已经啊 苦到啊 外在的刺激强度啊 没有到会吐的情况啊 他不觉得 有快感 好 好 不是 这个 我在私底下在请教吧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 这个王老师他的孩子 应该比较不会喜欢快感 应该比较不会喜欢快感 他在听到那个 哇很躁的音乐 他会不舒服的 好 好 那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众请和尝 好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免送阿弥陀佛 大家好好休息 春夏养肝 养羊 我们大法自然 一个家不熬夜 这个家铁定兴旺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